回到台湾 今天桃園机场的凌晨的时候 传出离奇的死亡意外 这些女男子在凌晨三点多 他透过维修人员撤场的这个空档时间 他进到了工作通道 再转而进到维修的猫道 结果他竟然从第二行下 超过15公尺高的猫道给摔了下来 送医之后是伤重不治 那么根据了解 他在前一天也就是24号的时候 他人就已经来到了二行下的出镜大厅 徘徊了超过了十个小时 直到凌晨的时候 他是闯进了管制区 再进到猫道 那么就在过程当中 疑似是重心不稳 整个是衰落 他衰落的地点 刚好就在旅客会 check in的柜台旁边 那么男子最后送医是伤重不治 现在台湾机场就表示了 整体事件确实没有影响营运 但是详细的意外经过 有待调查 桃園机场出进大厅 航空公司柜台旁 挤满不少带着大包小包 准备出国的旅客 现场人几人出国潮 几乎每天都是这样的景象 但这个白天游客多 深夜也会有出国游客的航空公司 抱到柜台旁 二十五号凌晨 惊船死亡意外 事发就在二十五号凌晨三点多 求是男子进到机场第二航下 他趁电机工作人员 准备撤场的空档 从四楼飞管制区进到维修通道 再从施工的地点走到工作通道 也就是俗称的猫道 逗留将近一小时抵达猫斗镜头 这里离管制区内的猫道很近 但并没有相连 距离还有十多公尺 凌晨四点多 求是男子不明原因 从四楼坠落至三楼出进大厅的 二十一号柜台 头部重伤 最后送以不治 传出求是男子二十四号下午 就在机场大厅徘徊 隔天就发生意外 求是男子四十一岁花恋人 事发后身上没有任何证件 机场公司回复 当下立即启动紧急应变机制 表示事件没有影响机场营运 除了追究违规的合约商责任 也会进行内部检讨 并配合警方后续调查 华视新闻杨姿意黄瑞玲 张全 桃园街上报道 哈喽 我是蓝亚 想要抢了先 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 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